日前國內文旦佑借殼蟲農檢問題 印象文旦佑疏往中國 而就在十八號晚間 中國突然宣布 從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起 將停止臺灣三十四項農產品免關稅進口政策 並將課徵百分之五至二十五的關稅 可能造成臺灣農產疏往中國的過程 受到阻礙 應該說是他們期待的跌落過程 大國也是一個災害 沒有通路是更大的災難 可能有二到三左右 那當然就是看個別國人的差異 我說因為大量的降雨導致產生的那種品質的一個細微的差異 甚至一些影響 那就是前面的事情 你的基礎做得好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受到這樣子的差異 而這樣的政策一出包含鳳梨 芭樂 釋迦等十五種水果 以及花椰菜 鱸魚等十九種蔬菜水產 也都受到影響 對此農業部也表示 整體影響風險仍在可控範圍 三十四個評價 輸往中國的貿易性的約七百三十六萬美元 那關稅成約一百零七點五萬 那整體來評估來講 它的影響有限 那風險是在可控管的範圍之內 農業部也指出 中國多次以非關稅貿易障礙 偏面宣布方式來影響雙方貿易 而為了避免衝擊國內農業工序市場 農業部也將持續拓展 中國以外的優質高端市場 進而提升農民的權益 以及農產知名度 原資新聞感動網友 張志強 臺北市場報導 我們在接下保留 車輛 10-1000 1000 10-15 20